经HAK206号小客车未发现接触问题 因此不具备比对几点条件 不能确定该车与人体接触不畏 照王老太那边大夫的说法 说这老太太自个摔伤的可能性很小 那你问这医生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这个是根据这个多年的医学积累和这个实验数据 而我也仅仅是做这么一个医学上的推断 那为什么没有证据呢 不保留证据呢 王家人就是王家的女儿 这不就是说了吗 他说要不是这个许云鹤一开始他承认他撞了我妈 又答应要赔的话 我们当然就要取证了 是因为他一开头说承认撞了 而且说这个法院听法院怎么判 我卖车我都可以赔 他女儿说许云鹤一开头这么说 所以我们才没顾上 如果他一开始不承认 我们当然要马上就去找这个现场目击证人 或者去搜集其他的这个证据了 所以他这么说 我们就没弄这些 我们知道这个事要上法庭 那都是两三个月之后的事了 说这个时候再去找证据 那不是有那个监控录像吗 据说这个马路上这个监控录像 只能保存 一个月的 就是当月 那两三个月之后怎么办 就是说没证据 两方面都没证据 那么一审的时候 法院你可该怎么判 哎 法院最后判 小伙子许云鹤 赔这个王老太 百分之四十 这是根据什么 那专家讲了 这是依据啊 民法当中的公平原则 哎 所以咱就可以学学这一条啊 有些是跟咱想的不一样 民法通则里头有个132条 我给您念啊 当事人呢 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就两边哪怕都没过错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过错 你是当事人 你都可能啊 要负责任 有专家分析啊 说当初那个南京彭宇案的一审判决 也是有这个根据的 哎 你记得吗 彭宇的那个啊 公共汽车 老太太上车 彭宇下车 老太太摔倒 那么 传说是彭宇去服务吗 结果哎 老太太说是你把我弄倒的 于是这个法院到最后啊 也是两头都说不清 那么 你怎么判 这有专家就讲了 民事里边 有这么一条啊 就是 就按呢 各打五十大板 或者各没打五十大板 你们都没过错 但你们都是当事人 那有了这个损失 你们共同分担 有这么一条 但是您想 这样的判决 是不是 也会引起很严重的问题啊 这个判决 就是在一个判决 他会教育人 那么这两个审判了几个作用 一个是解决纷 然后呢 那个分析定义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 判决教育社会 那么这个判决 如果是好的判决 他引导社会向善 如果是个坏的判决 他引导社会向货 徐云鹤这个案子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小伙子 真是他没买交抢险 那你没买交抢险 就上路 你可是违法行为 所以呢 你看在二审的这个庭审当中 法官呢 对这个小伙子 有记者感觉到 说简直有点像寻寻善诱 似乎啊 是想在这个问题上 给他帮他找到一点突破口 比如说法官就非常详细的问他 就是该有没有这个这个交抢险 缴纳的这个日期 就是说当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使得你不能去交这个交抢险呢 所以这个记者的主观感觉啊 就是说法官是想办法啊 就是那意思啊 你如果你啊 你能提出一些合理的理由 证明呢 你当时是没有能力 或者说呀 你什么委托了别人 但是最后怎么又没交 没交成这个 即时缴纳这个这个交抢险的话 或许可以减轻你的过错责任 很遗憾 这个这个小伙子呢 给出的都是否定回答 就是说 那就是没交交抢险 所以啊 这个二审结束之后 好多律师啊都惊呼 说啊 这个许云赫是完了 甭管他是撞了老太太也好 还是说呀 他是做好事也好 那他他他也是完了 因为你没有交交抢险呢 你这属于有过错 在先呢 所以您看 这个事儿 你说让人们提起当年的南京的彭宇案 那么当年南京的彭宇案呢 最后是庭外秘密和解 到底双方是怎么谈的 咱们不知道 也不能作为一个范例 那么今此番又出了这么一个天津 这个这个这个啊 彭宇案被称为天津彭宇案 你看就目前来看啊 一审他是说 按照一个民事赔偿的原则 让这个好像双方啊 分担了责任 是弄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但即便这个也不是最终的结果 本周嘛 不是二审开庭吗 所以最后这个玩意怎么判 确实是给法院呢 出了一个很难的题 甚至于这种事儿啊 发生的多了 报道的多了 聊的多了 真的会去扶老太太的人呢 咱客观上讲 也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啊 法院你怎么判 也是比较这个废稠储 你看 这还是一个说是老太太伤了啊 怎么赔谁负责任 是这个问题 这个案子啊 咱们是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不禁从法院的难题啊 想到最近法院的另一个难题 更要命的难题 而这个呢 也恰正是 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 曾经跟大家这个报道过的 云南的 李昌奎啊 奸杀人命案 那么这个案子 更是 是一个给法院出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啊 判了死缓 能不能再改死刑 二臣 还有就是说 杀了人啊 到底要不要偿命 8月22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昭通市开庭 对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一案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进行再审 并当庭宣判 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 改判李昌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上两回书 咱们不是说起过吗 这个云南巧家县 有这么个李昌奎 他是说因为这个提亲呢 被受害人拒绝呢 还是说两家之间 有一些琐事纠纷 什么什么不论 这案子也是在2009年 他啊 残杀了19岁的姑娘 和人家三岁的弟弟 那你从李昌奎杀人的情节来说 那这个赵奋青的话讲 那就是枪毙一万回都不冤 怎么着呢 先把这姑娘掐昏了 然后把这姑娘强奸了 强奸完了之后 这姑娘要跑啊 他又拿这个锄头 把这个姑娘砸翻在地啊 而且又把这个人家这个姑娘 三岁的弟弟 这个小男孩啊 他就拎着人家的手脚 把这个小弟弟 小男孩的脑袋 往那个门方上的撞 声声给撞 给撞死 最后又用绳子 把这个姐弟二人的脖子给勒住 逃离现场 警方展开抓捕 四天之后 这个李昌奎 在四川某地的一个派出所 投案自首 2010年7月 昭东忠运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 2011年3月 元审高院二审判处李昌奎死缓 2011年8月22日 元审高院对李昌奎一案进行再审 改判为死刑 你看这个英美法系 他特别重视一种叫判例 就是说同样的案子 以前是怎么判的 这就说明此案和彼案至少在纵向时间上讲 他要有一个比照性 有一个可比性 在横向上也要有一个比照性 所以你看这一比 李昌奎一案当中受害人的家属 他是到什么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服 到要加薪给毙了 他就觉得尤其不服了 因为要加薪都执行死刑了 李昌奎凭什么死缓 你这个怎么比 要加薪也算是自首 那么反正咱们现在看到云南省高院改了 改判了 前面判了个死缓 我觉得这个李昌奎也是一下子这家伙 真是从天堂到地狱的 邦当一下 又给改了改判了死刑 当然高院的判决书并没有说 按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我们改判他死刑 但是似乎给人的感觉 这回是有点顺应舆论了 可是这样一改 还引起了更大的争论 那么我们说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刑事审判权 这是宪法规定的 同时呢 我们也讲 一切不受监督的权利都会产生腐败 那么审判权也不例外 人民法院的司法权也应该受到人民监督 这都没有问题 两个大原则 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民意的监督 舆论的监督 对于这个法院进行监督 和法院接受监督的 它的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或者这两种权利之间的 它的平衡在什么地方 我考虑呢 这个承黑应该是只有一个 就是法力规定